今天上午有民众在小琉球大幅渔港的沙滩摔伤 暗巡人员获报和消防人员一起协助民众就医 也提醒沙滩的堤防有高低差 不管是当地的民众或是外地的游客 行经都要特别小心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是安检所的人员 携带医药箱以及相关的搜救设备 协助救援送医 这名受伤的民众是当地妇女 她摔伤的位置是在大幅渔港沙滩堤防的下方 右脚脚踝扭伤 为了避免患者二次伤害 消防人员赶快把她固定在长辈板送上救护车 也提醒民众堤防有高低落差 如果到沙滩细水的话 千万要特别小心